我想问一下 就是前前后后 您认识这个 您所谓称的这个段先生 一共见过多少次面 有印象吗 这见面 挺多了次说 那除了他跟您谈过 投资这个事项以外 你们在生活上 还有其他的交集吗 平常就平常 就是互相来往来往 吃吃喝喝上外的人 一会儿 吃过饭 聊聊天 而且他就为了感情我 他母亲还 做菜请我过去吃 那我想问一下 您知不知道 这个段先生 在哪家公司就职 他就是在 我这个 公司的这单位 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带我签字的时候 到他们公司 他说这是我们公司 在首尔大厦 就是您带签字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姓段的先生 在什么公司工作 是吗 对 可是我听 原来就是我这个同事说 他就搞这个 这方面工作 但最其实哪个公司 确实不知道 那我再问您一下 那您到现在为止 您知不知道 您投资的产品 或者说购买的产品 是什么 这个当时啊 一开始 还真确实以为是理财呢 后来怎么 他拿了这些文件 一看 才知道 他是投资到运程 一个房地产开发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 他投资到运程 房地产开发公司 就是签字 签 也就一两天吧 签字 签一两天 他把文件 是先去的银行 打的钱 还是再 先打的钱 先是带不上银行 先打的钱 再去办公室 签的合照 对 那就是两个地方 对 你这个不是银行啊 我这才 这才有点固解 他还不知道 老两口在签字的前两天 才意识到 自己这三百万 不是跟银行理财 而是被北京的A公司 投到山西B公司的 房地产项目 但是他们依然签了字 这又是为什么呢 您是基于 对项目的信任呢 还是基于对朋友的信任 对朋友的信任 所以您才会把钱付出去 所以我一再跟他强调 我说你的钱包管推哪儿 跟我说过呢 然后现在我就认 你是北京的 北京现在有这么多 抵押项目 抵押产品 抵押东西 所以我才跟你签的 您对金融理财是怎么理解的 就是这个方面是存在风险的 还是无风险的 您个人的看法 这个理财项目 要跟银行搞这个理财 确实风险基本很少很小 但是对于这个确实 我没接触过 这是第一次接触 我想跟你说 银行目前卖的理财产品 也不是完全的银行负责的 这个您知道吗 是啊知道 但那不是每次 你理财项目最后 你都自个写一个 这个词里有风险 对 因为银行现在卖的 卖了许多理财产品 银行并不提供刚性兑付 也就是说 有些理财产品 是银行通过它的窗口在销售 但是它不负责还款的 这个您能可理解吗 这可以理解 但是它这个不是 它有担保 它拿了好多 抵押东西 您当时签这份合同的时候 除了您自己和 就是给您说这个项目的人之外 您有没有找之外的人 帮您看看这个合同 银行工作人员 请银行的人帮您看的 那是从合同来看 确实是没什么贡献的 对于理财 对我想听听您老 对理财这俩字是怎么认为的 理财反正我觉得反正有风险 但是风险还是 银行的理财 我只要 因为我没接触过贡 等一下不好意思 阿姨怎么了 阿姨你怎么冲上来了 她说那个 阿姨来吧来吧来 到上面说吧 来来来 不是说那个 那个什么说不清楚 就是这 它是我们那是 刚开始 她跟我说的是理财 您觉得说不清楚是吗 不是 她说是理财 完了不是就给人 打的银行去了吗 打的是南京银行 最后第二段 坐下吧 坐下说 她跟我们打的银行 完了 她才给我们欠的合同 不是说 说实在的 就说 是在他们办公室 一切办的 不是 她要不是说 先给打银行 我还以为它是理财的 你打的南京银行 是银行 还认为它是银行的 这么着 这个你要说 这个我有责任 其实责任是她打 我都敢问 你屎盆子扣我 不行 对不对 我是银行的 那个钱是我的名 你说你要去录这个 我说我可不就录吧 我说死白脸蓝的 对不对 可不我就去欠字了 要不是我名呢 也到不了今天 我还不 我就走人了 你打不去 爱跟谁打谁打去 对不对 因为一点鸡胞色皮的事 就得吵吵 说说了 一说 就牵扯了这方面了